为庆祝即将到来的祖国七十华诞 9月22日晚 外交部驻港台派员公署妇女小组 和香港岛妇女联会等机构联合举办的 水灯祈愿 庆祖国七十华诞 祝福祖国 祝福香港活动 在香港潜水湾举行 香港各界妇女代表于200人 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大家以水灯祈愿 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会更好 西游改革开放魅力无限 和谐中国精彩有约 祖国负责绵绵 像将枝叶长绿等滋养的水灯缓缓入水 承载着香港妇女界 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张亚丽表示 过去七十年 中国人民体力奋进 逐步走向繁荣富强 在各个领域取得显著成就 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逾日俱增 香港一直与国家修期于共 香港的发展离不开祖国 祖国的发展也有香港助力 他指出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 香港展开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香港的妇女界已在积极构思 有创意和亮点的活动 送上对祖国的祝福 国庆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庆祝的日子 特别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所以更加要一个特别的活动 那其实我们这段时间也看到有不同的国庆活动 所以我们就在想要不要一个比较可以代表女性的一个庆祝的活动呢 那我觉得水就是好像比较温柔的 所以我们用水灯去寄予我们对祖国的祝福 祝愿祖国 繁荣稳定 国泰民安 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的夫人王丹女士表示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 海内外中华儿女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香港同胞敢为天下先 发挥资本 技术和管理优势 为国家腾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